民族路桥原本的机车道成了笔直宽敞的两线道马路 虽然还有些小小凌乱 但是施工期不到两个星期就可以通车 效率相当惊人 只是在加紧赶工的过程当中 每天丙丙彪彪彪 让附近的住户不堪其劳抱怨连连 就是这样的声音从早到晚磨音穿脑 附近的住户怎么受得了 现在好不容易施工即将告一段落 公务局也挨家挨户送礼致歉 希望住户能够多多包容 公务局副局长看到住户就弯腰举功道歉 还送上小礼物 好在第一阶段即将完工 附近的住户抱怨归抱怨 现在也都能够体谅当时工程人员的辛劳 事情就赶快能做完 就能达成任务就OK了 稍微受到影响是必然的 因为在做工程嘛 对不对 这大家都可以体谅啊 他们每天也都在赶工 12月1号平面车道恢复通车之后 接下来第二阶段就是人行道 以及执载的工程 预计在农历年前完工 赶工可能还是必须 公务局也希望透过拜访 让附近的住户以及商家能够再次体谅 在农历年前这个第二阶段的这个工程 也拜托这个沿线的商家 能够继续包容跟支持我们 让我们能够如期在农历年前 把这整个工程能够把它完成 加减赶工展现效率 没想到却造成了居民的困扰 公务局主动出击 表达诚意与歉意 要让工程在农历年前顺利且圆满的进行 记者高雄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